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这个非字的笔顺问题 非字的笔顺问题是显未认知的 特别是对书法没有精道的研究的人 往往不知道这个非字的笔顺问题 好 我们先写一个正确的笔顺 让大家看一看 好 好 好 是这样写 这是这个非字的正确的笔顺 那么大家说 究竟是哪个地方 和一般人写不同呢 大家注意一下 就写完了 第一个翅膀 写完这个地方以后 注意一下 要先写这一笔 然后写这一笔 再写最后的这个翅膀 是这样的 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笔顺过程 常常错误的怎么写呢 连续写两个翅膀 这是一种错误的 然后写这一笔 再写这一笔 这是错误的 还有的呢 一种错误笔顺是这样写 写完这笔之后 写这一笔 然后写这个翅膀 然后写这个翅膀 最后写这一笔 这也是错误的 这是不对的 大家看一看 正确的笔顺 它有几个方向感 看啊 写完这个之后 写这一笔 注意一下 千辈的字帖当中 往往这须须的挑起点钩来 挑钩干什么呀 挑钩是顺着这个笔锋 去找 寻找下一个笔画 那么下一个笔画 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又挑起了虚间呢 是找下边这个笔画 顺着这个笔画的顺序 再写出最后的这个笔画 这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到它的来龙去脉 是在用优思引带 勾引出下边的笔画来 那么到了新书阶段 这就更加明显 好 我们为了把这个笔字向大家交代清楚 再把笔画问题 向大家做一个简短的介绍 大家注意看 齐笔 转折 转过来注意看 这个笔尖是这样起来的 这个勾啊 很不好拐 我再写慢一点 大家看这个笔法必须得学会 从这转过来 注意看 是这样 这个勾不能荒腐 不能挑着这样来 这样不行 这样 这样弹起来不对的 是一点点起来的 到最后 越到结尾越快 这一笔写不好 那么下面的翅膀也不可能写好 这两笔是一个笔法 再注意看一下 然后轻轻地点两个点 竖笔下来 实际大家注意 这一笔是猪笔 不要以为最后那翅膀长 就是猪笔 这一笔如果你没有写成功 这个字整体就塌陷了 这是中心的一笔 再注意看 这一笔 这一笔写完 最后这一笔转 转过来又是这样的笔法 看 用笔尖起来的 转的时候 这是万上的功夫 我们把这字写完 大家注意看 最后这个长的这笔 是万里上的功夫 是这样 这个脚最后这要出尖的 太锐不行 没有尖不行 里边是 外边是方的 里边是圆的 如果这个角度弄不好 这个字就失败了 但是我们仍然说 都是末少神经 前边写不好 后边就无从弹起 注意看 先把前面写好 这要好 到这才很出好效果 如果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好 那么下面就无从弹起 把这种笔画写好了 后来的封字 什么封字 这等等这些字 就都快好了 这是要注意的 我们还要向大家说 这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飞字啊 严格的按着书法的要求讲 这两个翅膀不能都挑起勾来 但是可是我们的前辈书家们 百分之九十九的书法家们 都是把这两个翅膀挑起勾来 而独有欧阳勋 在写这个时候 他上面这钩不起 用顿收 下边钩再起来 这就是书法当中讲的那个 要不重飞呀 不能飞两次 所以 欧阳勋在写的时候呢 是这样 按收 没挑起来 然后 这点了两个点 再写这一笔 少年 也这是一样的 然后挑起来 这个钩起来了 注意看 这个钩起来了 而头一个钩呢 就按收了 按理说 这样写是对的 是最讲究的 可是包括我在内 却感觉这儿啊 凸乎乎的 没有挑起来 觉得压了半口气 所以 很多的书法家们 就不采用这个方法 包括我本人 写十次的话 也都有九次 是一二冲飞 两个双飞起来 显得这个字呢 非常的生动活泼 因此呢 我们对这个字 知道欧阳勋有这种写法 也是对的 但是呢 为了自行的美 往往我们 也不遵守 欧阳勋的这个法则 但是这里需要 说明一下 我们必须得知道 你可以不采用 但是你不能不知道 但是也有人 写出这个字来之后 把上面两个翅膀 故意写得非常的 这个张扬 写得非常大 然后这个笔顺是一样 调起钩来 然后 都很张扬 写出来呢 也很好看 我们看一看 这个 林飞经 就唐代 中少经所写的林飞经 大体上是这样 所以我们 要知道 飞字写好了 是个非常漂亮的字 而写不好 就非常的丑陋 这个字是非常吃功夫的字 一方面是 这个字的笔法 非常的讲究 同时 笔顺也非常讲究 所以我们特别的 向大家介绍 这个飞字 下面我们写下 新书 当你楷书写好了 新书已不难了 如果这个字 你楷书写不好 新书就很难写好 笔顺 过程是一样的 大体上 集体 也是差不多的 只是新书写的 更灵活一些 写出来的 优思引带 显得更活泼一些 大家看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所以在整体上的 差不多 和楷书的结体上 看差不多 只是在点画上 有所不同 这样写 我们呢 顺便的向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字的 它在结体上 有哪些细腻之处 大家出去看一下 我们把前面写过这个飞字 拿出来给大家看 大家看这个飞字 这个飞字 你要细心的去看 你发觉 这里面是这样的 一个结构 这样一个间距 两个间距 三个间距 四个间距 是这样的 它虽然是这个点 都是隐附着一个 点画的间距 这是横向的看 你再从树向的看 这是一个间距 这个地方是一个间距 这个地方是一个间距 那么紧接着 这有几个树柄 注意看 从这点 看 又有这么多的间距排列 尽端 是这样的 所以有朋友说 是不是你在写说 你都想到这些了 不是的 这些都是下意识完成的 写多快 都不会诗 乱了阵脚 都不会把这些结构写坏了 为什么 就是心中有数 我们写字是无暇思索的 而在写的过程当中 都是下意识完成的 这些需要功夫 你在开始的时候 你要计算 练字嘛 你就要考虑到 左右上下的结构 这个互相点画之间的安排 点画的精道 等等 都需要你考虑进去 但是到了你完成作品的时候 你便无暇考虑这些东西 只有任其天然 那就看你平时的功力到什么程度 功力相当成熟的 相反 越是你不加思索 写出东西就越天真越可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啊 请不吝点赞 转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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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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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